趕在端午節前夕 婆婆媽媽大財買 但現在上市場 錢恐怕得要多準備一些了 因為包含雞鴨豬 家禽肉類 全都搭上 漲價火箭 萬物起漲 民眾荷包 大失血 而且這波漲勢目前還看不到盡頭 根據續情產業統計 今年出道五月三十一號 白肉雞 美台金平均批發價三十五點三元 上漲一成一 紅魚土雞 美台金來到五十五元 平均上漲約兩成五 雞蛋跟鴨蛋 美台金平均批發價四十點五和四十三元 分別上漲一成七和一成三 毛豬每百公斤八千三百三十二元 也上漲一成 原頭原物料漲價 加上通膨影響 進口飼料又貴 家禽類從上游漲到下游 養豬戶感嘆 賣出了價錢無法反映成本 而漲個不停的物價也衝擊今年的端午市場 部分商家已經悄悄寒漲 民眾若想吃上一顆粽子 曾恐怕也得多掏一些 華語新聞成員五名 劉沛庭 蔡安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